好了,我們預告時間又來了 因為等了一個星期,King Sir 又來樓市有計談的環節了 這次又繼續給大家驚喜 因為我知道這次我們這一位的嘉賓 就叫做地產界的名嘴之一 之前都經常評論一下樓市的走勢和發展 又是你的好友 這次請來哪位呢? 就是Bigs and Mortar Management的創辦人 就是黃振宇先生 Eric 我知道你分析樓市都挺精準的 而且也幫了客人買了樓 作為一個香港人 買樓的一個期望或者一個願望 怎樣選擇呢? 當作客戶之人 去選擇那個單位或者選擇那個地區 你看些什麼呢? 可以分享一下貼士 一定由大而起的 升市的時候你就可以買 跌市的時候就不要入市 我也知道的 順勢而去 看了升市 升市很長的 能夠拿到你的 足夠的經濟分析的話 你能夠抓到那個轉角點 是非常之滿足感的 那怎樣去抓呢?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數據 做很多很多的探訪 特別是你買樓的時候不可以隔山買樓 一定要做很多很多功夫 每一次我們買一個地點 是可能看數以大計 甚至百計的樓才會下手 去到住的時候 你基本上一聽個名字 你應該知道是便宜還是貴 那你買什麼東西多呢? 或者幫客戶買什麼東西多呢? 我們以實環為主 買一塊田回來嗎? 亦都有 買地 田我們是海外買農場 那這些你真的要去的了 絕對要去 有什麼升幅高呢? 現在相對來說 就是曾經你的經驗 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東西 是有很高的數目 現在那刻呢? 講回以前 最高的升幅已經不是香港了 現在那刻就留給客戶買了 以前有沒有一些以前的一些 覺得那裡賺得多好 最經典一定是香港03年的時候 對 升了五、六倍這樣的情況 加上槓桿是激之和名 現在這支歌仔不能唱的了 所以要開始做更多的功夫 就是這麼多的投資者 要抓到那個轉角位 做足功課 做足功課 然後就立於不敗之地 最重要就是實地考察 就是不可以只看資料 對啦 實地考察是重點 現在我們又多了幾個錦囊 待起來了 我們如果想看詳細的訪問內容 當然要留意我們的樓市有計談吧